包皮过长一定要割吗 其实这个还不太一定 不割的话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一个卫生的问题 而不是说你的啪啪时间 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 一定要定期的彻底的清理隐私部位 当然也可以用一点洗液 防止炎症的产生 而且这里要讲一下 不是包皮长时间短的人 割了包皮之后时间就会变长的 而且刚割完的话 因为它比较敏感 它可能会比你之前的时间还要短 而你发射的时间的话 可以通过科学专业系统的训练 来作为改善